听了大汗的直播感触挺深的 为什么选了55号 因为打职业那一年父母55岁 知道感恩尊重和孝敬父母的人 你就触吧 这样的人不会差的 反观某地球运 谈到辽怨第四场的感受 球队凝聚力好能打硬仗 谈到了队里很多人 比如金金很累 队里出场时间第一 这些队长都是看在眼里的 基本是球队大脑 又当爹又当妈 而且还是大汗的群管理 一边连线一边吃鸡 俩不耽误 两个人是真喜欢踢球啊 约了比赛 大汗说找不到人 机尾开玩笑说 国族他不是在水阳的吗 连线张丽文都已经离开球队了 大汗还是心心念念的 要帮他掌粉 队里澄清的小兄弟 给张丽文整得老紧张了 大汗一看就是摄怒 关系老好 大汗提到他时 那神情都是特别放松的状态 但是大汗打呼噜这件事 以后就要传出来了 大汗是可造职产 训练刻骨 萧萧到直播间之后 就夸提下午是我们的幕后英雄 说到球迷 是我们的最佳第六人 球迷一喊 赫尔蒙上来了 鸡皮疙瘩也起来了 琥珀这个人挺好相处的 还顺便推广了家乡的樱桃 你说网络对他们没有影响吗 大汗把毛巾扔给小油弄在这 大汗都笑呵呵的脱跑而出 难以想象 今天这一年经历了什么 大汗夸了一圈人 唯独没有说自己 37岁年纪 依然是球队的支点 不过细心的观察 可以发现 每次养岛交参庭 国家的战术 绝对大多数都是布置给大汗的 依然是我们最稳定的得分点 更不要说总决赛的内线 就是大汗一个人在撑着